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市务及库务局局长刘一祥表示 征收房屋控制税只针对一手市场而非二手市场 目前市场上约有9000间一手控制房屋 当中有数千间已经控制多年 他强调住宅应该要满足民生需求而非拿来炒房买卖 当局会研究如何鼓励房地产发展商 来把这些控制房屋推出市场销售 若当局决定实施房屋控制税 对香港来说将会是首次尝试 外界也呼吁相关政策关乎楼市的开发价格跟供应等 既复杂又庞大 政府必须要审慎而行 制定出相应合理而且清晰的一手楼房控制税体系 避免最后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整理报导